2月3日A股市场正常开市 迎来鼠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中心市记者注意到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不少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现场交易室暂时不开放 各证券公司也在官网发文建议各位客户在家使用手机或电脑等非现场交易渠道进行交易 当日开盘后 互生两市挑空低开 持续低位盘整 超3000只个股集体跌停 市场氛围极为惨淡 北向资金超低A股 净流入超200亿元人民币 为1月2日以来新高 截至收盘 互指报2746.61点 跌7.72% 成交2570亿元 深圳指报9779.67点 跌8.45% 成交2625亿元 创业版指报1795.77点 跌6.85% 成交863亿元 此次黑天鹅事件必然会带动第三产业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整体下跌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前三大股指全面低开 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前不久我们看到 以西北为代表的餐饮企业都已经发生 说明了当前餐饮的困境 目前来看 餐饮旅游电影娱乐等产业 受到的影响是相对较大的 所以这些板块的领跌也是非常正常的 不过财经评论员布纳欣指出 疫情短期会对股市有影响 但无爱其长期基本面 同时基于相关政策的利好因素 以及各类救助措施的实施 股市的向好趋势仍可期待 我们知道现在目前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开放 所以股市也越来越国际化市场化 如果要是延迟开始的话 可能会心累积累这个新的问题 那么针对疫情呢 其实各部委呢 是有冲突的政策应对的 比如央行的货币政策 它的发力就非常的快 还比如像全国股产系统 集中推出了一批援助 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具体措施 那么下一步可能还会有各种救助措施 这些都是有可能性的 如果一季度内 疫情真正迎来拐点 那么人们肯定会回过头来继续关注 长期的一个向好的趋势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牵动人心 资本市场也在积极行动 证监会在权衡各种因素之后 决定A股市场于2月3日正常开市 对此上游财经专家顾问江汉认为 这也表明了资本市场对规则的尊重 和战胜困难的信心 股市的交易规则的确不能轻易改变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 本来就是对中国经济的一个 非常有利的支撑作用 所以在这样整体的一个情况下 正常开市交易 虽然面临着一定的下跌风险 一定的压力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股市 一定能够很快实现触底反弹 所以我们对中国整体的一个经济 和股市的市场来看 都是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他们设计如果正常有出名的 都可以估计 我们下期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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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